卷入杜兆财案 蔡振华被查 悬念揭晓 名记李玄正式摊牌 刘国良受牵连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关于中国足坛的反腐案 在近期也是愈演愈烈 不断升级 其实呢 在这一次 在杜兆财被查之后 其实大家就能够看到 这一次中国足坛的反腐力度和决心 那么杜兆财作为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 其实他的位置是非常高的 那么在这一次他能够被查 就暗示着我们中国足球这一次 肯定要深挖到底 而且伴随着前中国足协副主席 于洪尘也被查 也就暗示着 此前曾经在中国足协任职 高级管理岗位的相关人员 即使是你如今已经离开了足协 那么你只要此前在足协任职期间 存在过一些违纪违法行为的话 那么也会被翻旧账 那么也就意味着 如今我们更高的权力部门 在严查彻查到底的情况之下的一种态度 那就是此前有些人可能已经离开足协了 但是也会深究到底的 所以说眼下来看 在近期大家也高度关注 传言中说前体育总局副局长 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是否被查 这件事情其实一直以来都受到了广大球迷的广泛关注 因为对于蔡振华来说 他当初也是前体育总局的副局长 而且在中国足协 中国拼协 中国语协等多个协会 都担任过掌门人的角色 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体育圈的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 那么对于蔡振华来说 其实他的一生可以说都贡献给了中国体育 那么从运动员到教练员 率领中国乒乓球队担任总教练 对吧 打响了反击之战 那么后期也是一步一步走上了管理岗位 那么从拼协主席到后期 我们看到也担任了体育总局副局长 后来呢 又在2010年开始主抓足球工作 在2014年正式成为了中国足协的主席 那么蔡振华也算是开启了中国足球的金元时代的一个开端 那么在那个阶段 蔡振华他在足协任职期间 可以说是见过大前的人 那么在这种见过大前 见过大世面的人的背景之下 那么他是否从中获得了一定的利益 这些我们不得而知 那么事实证明 在杜兆才 陈旭元等人相继落马之后 大家都认为啊 蔡振华与杜兆才同为体育总局副局长的这么一个职位 对吧 昔日的体育总局副局长 那么他是否会卷入杜兆才案呢 那么事实证明 其实就在陈旭元当时被查的当天 咱们国内知名的足球记者 足球报主任李璇 就曾经发布了一个试交动态 正式摊牌 摊牌了蔡振华究竟有没有试这个悬念 当时李璇是怎么说的呢 他表示他在陈旭元被查之后 他发的那个动态写道 说他从来都不认为 中国足协的管理岗位是一个高危职业 因为他抛开 成绩不说 那么蔡振华 维迪 张剑 以及严世多 这些人对吧 都是担任过足协掌门人的一些人物 他们抛开成绩好坏不说 起码人家都能够安全全的离开足协的岗位 安全落地 对吧 起码证明了人家没有事也没有问题 所以说人家不用担心被查被抓 那么通过李璇的这一次谈牌就意味着 其实他是能够得到一些内部的一些消息的 对吧 他是可以认证信任上述他点名的这几位昔日的足球的掌门人 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他是非常信任蔡振华的 对吧 他都直接说了蔡振华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也不会被查 就证明了李璇 他是知道一些内情的 通过他的这条摊牌也就意味着 可能蔡振华或许真的是没有问题 所以说他不用担心被查 但是对于蔡振华来说 其实针对这种外界铺天盖地的谣言 他最应该第一时间站出来去回击 回应外界的传言 否则的话 他所牵连波及面太广了 对吧 因为近期围绕着关于蔡振华刘国梁被查 带走调查等相关的谣言信息太多了 很多球迷都在猜测 说蔡振华刘国梁究竟有没有问题 那么事实证明 蔡振华的妻子则是第一时间出来辟谣了 对吧 他的妻子第一时间站出来 发布了一个朋友圈 晒出了蔡振华陪伴在他母亲病床前的一个照片 也就意味着蔡振华目前也刚刚忙完工作 来照料自己的母亲 并且本人没有问题 也没有被查 没有被抓 而且心态非常的好 近期正在办理退休 也证明了蔡振华截止目前是没事的 对吧 对吧 对吧